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时交完澳门贊助申请后和移民局之间的交流 以及如何去做一些Status Tracking的动作 如果你有兴趣看澳门贊助申请有什么要准备 我们之前也准备了两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看看那个视频 第一件事是交了你的Application之后 你可以看看有一个过程 由一开始他收到你的Application 到最后他批准有一个流程 其实网上已经有很多Blogger 都会去分享每一个Process 叫什么名字 他什么时候会经历到这个阶段 他们写得很详细 所以我就不会在这里再再再提及了 但我会把这条连续放在我们的视频下面 你们可以看看 他会介绍整个Process 大概有些叫什么AOR Sponsorship Approval 一些GC Key Updates 帮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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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证明 在你们的应用程中 都会有很多 这些证明 这些证明 其实是我们当时 应用程序的时间 我们交完我们的Application之后 我们在FedEx 看到他们什么时候 簽收我们的Application 两个月之后 都完全没有消息 他一有消息 我们自己的Application 大概每个月都有更新的 有些东西都想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我们在10月17日 那时就有收到一个E-Mail 叫我们交回Hong Kong Police Certificate 给他们 他给了我们60天的时间 我那时就去了香港的警察总部 去Apply Apply完之后 警察那边就说 你三个星期之后 就把E-Mail进来 可以和我们拿回 他们寄出的 Tracking Number 我们拿了Tracking Number 之后就有查到 那些情况 但是到了12月底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加拿大移民局那边 去确认 对方有没有收到我们的 背景讯 他们就找不到 和Canada Post 因为它是通过Canada Post 香港的邮政局 都查到对方已经有签收了 但是 移民局那边就找不到我们的 Hong Kong Police Certificate 那边就有些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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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会看看大家 如果到时 寄了Hong Kong Police Certificate 之后 那你们的时间 没有更新 可能你都需要去确认一下 究竟移民局那边有没有收到 因为可能 他们收到的信太多 然后不小心 那些信不知放在哪里 那就 没有看到你这一份 那 那跟着呢 因为那时候 我的Application 是给新加坡的Visa Office 去处理的 那时候我就叫香港的 那个 警察长 帮我再送一份 背景查 去给新加坡的Visa Office 的 那跟着 那些呢 就比如说 Biometric 或者Medical 这些 他会送个Request 或者Instruction Letter 给你啦 那 都给你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去Complete 那如果你们 真的 收到这些 Instruction 的时候 有点关系 或者有点事 而不可以timely 去Complete 你们记得 要跟你们的移民局那边 那边 说回啦 而那我们三月头 就收到一个 Passport Request 叫我们交我们的Passport 啦 那然后呢 就 三月尾 我们就Nan 在加拿大啦 那我们 其实那时候 自己做 这个Status Tracking的时候呢 其实网上有很多 Forum 很多人 其实都已经 准备了很多 Information 是给我们去参考的 那我们都在这里 大概这样 Summarize 我们觉得有些 重要的Information 你可能可以帮到 你去做这个Status Tracking 那第一个呢 是叫做ECAS ECAS 这个System 你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Application 嗯 是 这个Process 成功 那 当你拿到 Agnoragement of Receipt 1 的时候呢 你会有个Application Number 那你可以在这里呢 入回你的Application Number 和下面这里呢 其实是填上 Sponsor的Information 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Application 第二个呢 是叫做GCK GCK GCK 这个System呢 它就会 将你的Application 变成了一个 Online Tracking的方法 它 我会分享一下 在下面 就是在Description Box 那里教大家 如何去link up 你的GCK 那这个也不是我准备的 但我那时候也是 Base on 这个Guidance 去link我自己的Application 这个是网上Canada Visa那里的Forum 有些人寫得很清晰的了 你们跟着 它的Guidance 去link up 你们的Application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万一你们真的link up 不到 有可能 加拿大移民局那边 帮助你的Application 那些呢 他们可能把一些 Key的Information Rekord 错了 那 你可以呢 打电话去问他们的 那应该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呢 有一个叫做CIC Web Form的东西 那你交了你的Application之后呢 有一些情况呢 你是需要 Timely去通知移民局的 譬如说 你在这个Application 那一刻 到你Approve 这段时间里面 譬如说你生了个小朋友 或者 你的Contact Information 转换了 我那时候呢 因为我 订阅我的PASSPORT 那我也有 给回回我的生PASSPORT 交回个COP 上去移民局那里的 那我就是用回 这个CIC Web Form 去填回我的Information 那 你可以在这里按 接着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Application 是批准了一些 外出Canada的Visa Office 那如果你在香港 那边交友 很多Application 都是批准了香港的Visa Office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按 Yes 然后选回你的Visa Office 然后呢 它就会去 Go to Web Form 那里 那这里呢 你就填回你自己的资料 就可以交上去的了 你交完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 它们可能不会回覆你的 那因为你的Application 还没过过 那些Processing Time 那我们呢 那时候 其实我用了 这个Web Form 都挺迟的了 那它通常都 未必会立刻回覆我的 那 但是通常一个星期之内 都会收到它的回复 和回复 那 那 之后呢 还有一个是 Online Status Tracker 那上网那里 那 有很多人 就是因为那个 Outline Sponsorship 的Application 是全世界性的嘛 那 有很多人呢 就会将他们的 Application 的status by month 这样的记录下 去share information 给所有applicant 的 那这个呢 是一条link 是去Google Doc上面的 那 它会是by month 即每一个月呢 Google Doc的link 是不同的 其实都是回到同一个worksheet 那 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上面的 那个 tracking 那 你可以随便在这里 打回你自己 你想用什么名字都可以的 你自己认得就可以了 大概share 你的information 那 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看到 跟你一起同一个application 同一个时间交的applicat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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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跟我一起交的application 可能有其他三四单 是 handle by 新加坡的visa office 那 我都可以看到 好像同一个月份 大家收到的request 差不多 或者 为什么对方有 我没有呢 那 有没有需要去follow up 或者 其实有没有一些东西 你其实对 新加坡的visa office 那里 是 pending 我的information 我未交的那些 那 如果你觉得没有需要的 也可以 不用 不用做的 那 我就会建议大家呢 可以在网上 譬如说 5月 那 好像5月那样 你就可以这样按 那 它就会每一个月份 都有一个新的post 那 它都会有一个google.link 那 你就用回这条google.link 去打回 去打回你的application 那 你都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人 都会share 他们的information 就算他们在 加美加 或者印度 或者美国 那 全部 那些人都会写下去的 那 最后呢 就是一个电话 number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去contact 加拿大移民局这边呢 那 其实它 有个hotline 是可以打的 不过你要留意 它只可以 它只可以 在Canada 那 那 你会问 我申请得 外land sponsorship 我个人一定是 不在加拿大 我一定是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那 我怎么打这个电话 我们那时候 就用了一个app 叫做textnow 会在description box 下面加一条link 给大家 那这个app 可以给我们 产生到一个 加拿大的 number 我是through 这个app 去打的 那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是可以帮到你 那 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 如果你们 喜欢我们的video的话 就记得 like和subscribe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video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我们的website 还有可以follow我们的facebook 了解我们的最新冻想 谢谢大家